中小企经营困难 华物业价值下跌 被银行追收贷款或差价的个案继续出现 根本局说将会成立专责小组 跟进求助的个案 香港地产代理总商会说 最近收集到大约20宗个案 包括有住宅和商铺业主 被银行提早追收欠款 即是call loan 其中一宗业主在几年之前 将九龙一个铺位抵押 贷款大约4千万来周转做生意 但铺位由买入价6千万跌到3千万 业主虽然一直有正常供款 但仍然被银行追收1千万的差额 否则会加息 另外也有市民买楼下订之后做案揭 在原因不明之下被银行拖延 最终上不了会 有些案例就是 他本身是一个有买楼经验的买家 例如一些按揭需要的资料 例如有现金的出入证明 需要借贷款額的一半左右 但到最后 其实他结束交易 他都未得到批核 所以他是去亲友或者其他地方 去籌集到钱去成交 立法会议员吴杰桑也收到两宗求助 其中一宗来自餐饮业 抵押了名下的住宅做生意 最近断供了一期 银行就追收他所有贷款 大约百几二百万的欠款 可能断了一期 他也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去继续可以 将来去还回这款款项 但银行未必很愿意跟他们谈 这个我最担心就是资金链 反一断裂 这一刻未见到 但我们感觉到未来三个月半年 如果市面经济不能够及时改善 在月初地产界向金管局反映 银行收紧按揭 部分资金周转出现困难 金管局呼吁转介个案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 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将会成立小组跟进 同时强调银行体系的稳健至关重要 一直要求银行审慎管理风险 同时尽力支持中小企 银行在三月的时候已经承诺 就算按揭物业价格下跌 只要借款人能够如期还款 不会要求他们提早还款 鼓励需要协助的中小企 通过电邮和热线同局方联络 收到转介汇迹的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上月通胀率扩大至2.5% 是七个月以来的最高 政府说其中一个主因 是进出香港的交通费用上升 本港通胀继续上升 7月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2.5% 较6月的升幅多一个百分点 政府解释主要是由约差响欢减6月结束 加上进出香港交通费用上升 以及电力费用跌幅收窄所致 剔除政府一次性疏困措施之后 基本通胀率仍然上升0.2% 升至1.2% 当中烟酒升幅较大升2.2% 住屋升3.3% 交通、外出用线和外卖 都是升2.7% 伊利和内用物品就继续下跌 跌幅分别是1.2%和0.9% 有学者说部分离境的交通 若以外币结算费用 价格或者会提高 不一定的升幅 即是香港市民不离习惯了 在外出消费 不论是北上也好 或者是回南南其他地方也好 一定会减少在香港购物的属性 因为需求减少了关系 所以价格就会影响下跌 7月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即是反映基层市民的通胀情况 岸年升3.1% 价幅都高于其余两类 政府发言人表示 通胀短期内应该维持轻微水平 成本或者因为香港经济继续增长 而面对一些温和上升的压力 外围价格就会继续大致放缓的趋势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海洋公园再公开一对大熊猫BB的照片 一对龙凤胎出生超过5天 原方说它们情况持续稳定 大熊猫龙凤胎情况已经稳定 海洋公园提供最新的照片 见到专家帮姐姐排便 又为弟弟喝奶 公园主席旁建议说 仍然的奶水不够 所以要人内地运其他大熊猫母乳来 保存始终要冷藏 但是它们其实都是说每天 每一次都是几个毫升 你看到两只BB都只有百多克 所以它喝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们最想的当然是 就是形影可以直接给到母乳给它 熊猫据我所知是没有补品 不过我想一路要看着 也都监察着它的举动 一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异象 那些专家也都会有特别的安排 公园中卫有六只国宝 原方和政府都肯定会国建熊猫馆 现有馆子附近够不够地方呢 山下园区有一定的空间 山上园区也都有它的地理的优势 所以我们和同事现在都积极地考虑 究竟放在哪一边会好些 也都会和政府谈 究竟他们的资助是怎样 可以令到我们建一个挺大型的馆 那里部分大熊猫可以放在一起 他们的互动吸引更多粉丝 香港是不是都可以参考 旁建如说那个安排 只是涉及未成年的大熊猫 也都要考虑一个因素 成都那里地方很大 气候也很不同 我们香港好像这几天 都落大雨黄色暴雨 如果你说在山坡那里 去做一些这样的设施 会不会有一定的风险等等 这些全部都要考虑 至于下个月底说 中央送给香港的一对大熊猫 将会入驻的四川奇珍馆 他说将会安装一些攀架 配合它们年纪小 浩动的个性 海洋公司在两年前曾经推出重申方案 但最终流标 旁建如说现在鄰近有大型商场开业 加上有新大熊猫加入的契机 山下园区会由原先主打零售商业元素 变为动物保育主题 无线电视机制 不解体验不透 全球华卓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在香港会展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 在自治的时候 说大陆掌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一国两制将会为实现完全统一 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华卓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在会展举行 是继2010年来再安排在香港举行 出席的包括中共二十大之后 第一位来香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 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 也有台湾政党代表 石泰峰致辞的时候 大会由来推动反独畜统的工作 而香港一国两制的经验 对实现完全统一有重要作用 广大香港同胞 爱国传统 远远流长 回归以来 始终以主人民意识 爱国护港 自强不息 坚定推动 一国两制实践 稳步前行 取得局势公认的成功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 不断发展 将为实现主国完全统一 提供重要借鉴 发挥重要作用 探紧两岸关系 石泰峰批评民进党当局 坚持台独立场 是导致台海局势不稳定的原因 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 两岸关系发展如同大江东去 谁有拐弯处 又回头了 石泰峰也表示要充分发挥港澳和海外连接两岸的独特优势 推动两岸在各领域的合作 今次大会合共有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地区大约1200人出席 而香港亦是第一个两岛举办大会的城市 报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导 来近星期日开始 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使用路由卡 才能享用2元的搭车优惠 但仍然有大约8万个合资格人士未申请 港铁提醒60岁以上长者 落油卡申请需时大约4星期 如果合资格人士现在还未申请 来近星期日将不可以享有2元搭车优惠 60至64岁乘客要给城人车费 而65岁或以上乘客可以继续用长者百达通 但只可以享有半价优惠 港铁将会在部分车站加派人手提供协作 和派发落油卡的申请表 劳工及福利各同运输处回复查询说 截至8月中旬 已经收到大约133万份 来自65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的申请 占长者估计人口大约9成4 剩下大约8万名还未申请的 80岁或以上占多数 当中估计有大约4万名长者 住在安劳院舍 有长者表示早有准备 并打算退回长者百达通 是用于这样就搞掉 一张是世界通行的 搭车是拿筷车 路由卡 没有了 没了 没了 都没用 不过路由卡只是适用搭车优惠 长者如果要享用其他优惠 就要有社会福利处发放的长者卡 长者度多家食市 出示长者卡就可以享有现金优惠或者折扣 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等 就可以享有优先服务 都不知道要拿这么多东西 我都挺混淆而已 叫我淫然一张又说不是 淫然一张又不是 有长者希望将不同的卡合并 便利他们出行消费 门线电视记者黄芷月报道 电视海水投靠 电视局 電视角 电视台 电视可 电视解